有首歌这样唱到 读过同一本书 一起干的那些坏事 原来所谓的青春日子 是从我们相遇才开始 同学这个词 对我们而言意味着青春 也意味着回忆 可在河北李女士听来 这两个字却像毒药一般 让她避之不及 听到同学这几个字 对我刺激特别大 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的心里都反应 现如今 不仅同学二字 从李女士家消失了 而李女士昔日的同窗情义 也跟着一起 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感觉 要是我曾经去的机会的话 我不太急 因为我从这上 都感到特别深刻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李女士如此厌恶 同学这两个字呢 不光我们想不明白 李女士的丈夫李先生 也不能理解 我理解不了 因为我感觉她现在 与社会发展脱节了 感觉 而李先生 还进一步告诉我们 因为妻子这特殊忌讳 甚至已经严重地危及了 夫妻之间原本的感情 因为她的同学 现在也被迫要消失了 我挺压抑吧 她认为和同学那个谈话 或者是介绍谈话 对于她来说 她认为那不正常 像她这样一直折腾多少回 所以我感觉没有啥感情了都 同学这个词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 能让李女士如此刻骨铭心呢 而此次调解又能否开解 李女士内心的这片阴影呢 我们的调解即刻开始 我的诉求是 让各位老师帮我 打开我一个心结 这个心结跟什么有关 跟她的同学聚会有关 我的诉求就是 主要是打来她的心结 一个是还给我一个个人的空间吧 我认为吧 夫妻空间和个人空间都得有 她把我个人的空间 压到夫妻空间当中 我感觉不合适 这个是跟她的心结有关吗 应该有关 就是在同学聚会和同学聊天吧 在表达诉求的时候 夫妻俩都提到了这样一个词 同学聚会 而李先生告诉我们 这在他们家 可是万万不能提及的一个禁忌词 平日里谁要提了 他也得跟着一起倒霉 他在市场出他的邻居吧 说了一句话 同学聚会这几个词 到家给我生了场起 你说连这四个字都不能提 别人提了 就那次因为别人说一个同学聚会 给我开始生气 开始发飙 晚上怒骂 哎呀 不仅家里不允许出现同学二字 连旁人的一句同学聚会 也能让妻子迁怒于自己身上 这让李先生是打心底里觉得委屈 可是李女士告诉我们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丈夫 在2016年年初参加了一场初中同学聚会 那天丈夫参加完聚会一回家 她就感觉不对劲了 作词